作为彭亨州的首府以及东海岸最大的城市 每当提起关丹 大部分人应该都会马上联想到 当地有美丽的海边以及活跳跳的海鲜 那其实呢在关丹德伦敦花园呢 有一座迷你动物园 里面住了300只动物 而大人的门票呢只要两令吉 小朋友一块钱而已哦 这家呢每个月都会吸引 7000到1万人前去观光的迷你动物园 除了票价便宜之外 还有什么卖点呢 透过镜头我们去看看吧 鸵鸟 鳄鱼 孔雀 还有大象 彭亨关丹这一家拥有30年历史的动物园里 不但住了20几种动物 而且每一天尤其是周末 都会吸引很多爸爸妈妈 带着孩子们来跟动物做零距离接触 享受难得的亲子时光 我们并不太大像园园 但我们的概念比较健康 我们的园园比较健康 在动物园里 小朋友们不只能够远远地观赏动物 还可以跟兔子一起玩耍 骑在马背上当一回帅气的小小骑士 你看园区的街道上 不时还有大象会自由自在走来走去呢 除了要让小朋友可以乐在其中之外 原方也希望动物朋友们 即使是生活在园区里 也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像是在大自然里头的自由 所以会特意还原动物原有的生活环境 为了让动物朋友们 可以拥有更适合的生存空间 这间动物园也计划要改善动物的居所 为动物打造更宽敞的活动空间 以及栽种更多的植物 真正实现一个可以让动物健康生活的快乐天堂